太太的衣櫃里几乎一半以上是她买的 曾经担任百货业主管的许荣翔 出国总要到各大商场逛逛 一遇上品之好的 即使等价高也不手软 年纪月长两夫妻购物欲跟着下降 但这几年买了不少名声用品 看重的是背后特别的含义 确实大家感觉更新的 我们用了保透明的塑胶粒 那我们就少用了石油 对地球的资源的消耗上面 可以有一点点贡献 每一件衣服都有它的标识 所以透过标识我就会知道说 那这个衣服它是用几支保特品 这边有个QR Code对不对 我们把它扫描一下 你看 就有这一支眼镜 它的生产的过程 产品从原料到制成 每道环保工序都在这儿 以一件西装来说 使用了61支保特瓶 能够避免16公升的水资源浪费 降低石油开采 更能减少3500多公克的碳排放量 无论是老顾客 还是第一次接触的采访团 前情一扫都能见证 资源再利用的绿色奇迹 把这个条码藏在光源里面 我们就不再需要去扫QR Code 那好处是在 同样的我们这张海报 周围1公尺 1.5公尺以内 可以围绕所有的人在这边 全部对着它 都可以读学得到 除了将生产履历电子化 大爱感恩与工研院合作 独重特殊扫描技术 利用科技传达商品背后的故事 在环保站中 志工我们的互动关怀 让阿公感受到温暖 环保志工分布全台 年龄跨足老中青三代 他们总是埋头寻宝 因为知道手里掌握的资源 不只能保护地球 更是国际震灾的救人法宝 要先封好 白色的白色 有颜色的颜色 你看就全部看清楚 都像我们一颗救边内 无论外头是艳阳还是下雨 志工用心分类 让环保砂维持高度品质 老菩萨们点滴累积的心意 却藏在这一丝一缕之中 民众在重视商品的功能之外 更能感受到一份爱与温暖